众所周知,由豆潇、李沁、张云龙主演的都市爱情剧《海上繁花》播出后,就迅速霸占了热搜,剧中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和烧脑的商战齐头并进。 前者拍出了观众向往的爱情,而后者则够燃,够硬,可以说整部剧剧情紧凑,剧情也是田中带虐,在两集之后,渐入佳境,而豆潇饰演的雷宇峥也是备受大家好评。 剧里的雷宇峥是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霸道总裁形象,戏外,豆潇外形阳光帅气,气质沉稳性格温柔,每一次出场,形象满分,言行酷到没朋友,一出口分分钟教你知道什么才是现实真理。 当然,豆潇是情绪把握的张弛有度,各种心思都在眼睛里,小动作里,小表情里,近日,何超莲出席某节目,在采访时,他坦言,究竟能演化出多少充满悲欢离合的片段,这是海上繁花悬念重生,惊喜连连的追剧冲动所在。 不过说起这部剧的白月光,当属豆潇,又A又甜的气质,和各种酥到味的笑容沙,自己可以说是他的小迷妹,哈哈哈哈,不可否认,一开始也并不是每一部作品都被看好,但最后,还真的有误打误撞出圈的东西出来,我们也是期待海上繁花一个甜蜜又圆满的结局。 感谢观看